世人皆赞 古有于博牙 今有于训发 我很像于老师 吹传统作品很像 我因为非常痴迷模仿他 他随便遛的那个音 我都可以和他学得很像 我就模仿他这个遛 于老师说你能够学得像我当然好 没有老师不希望自己学得像自己的 但是小唐你要知道 你再像我 你也是于训发第二 你要争取做到唐俊乔第一 这个话给我很大的启发 1971年于训发研究发明口笛引起轰动 在于训发老师的启发下 笛子演奏家蒋国基 研制了三米多长的距地 于训发老师搞了一个口笛 那个有的苗令早晨 还有一个小口笛 有云雀 我的老师就想 有小总会要有大 所以就是实际上想大 大到什么程度 跟那个小口笛 有一个明显的反差 有对比度 两个人给我安口 我一个人吹 海满山 海满山 渔航 地处浙江省北部 金航大运河的南端 是两主文化的发祥地 传说当年大雨为了治水 从西北航船来到这儿登岸 人们为了纪念它 就把这一个地方叫做渔航 那么在我们渔航字里面 它有一个记者 就是在魏晋史时候 就记载在这里当地 出产的苦作是非常著名的 苦作的底子 它那个历史是非常悠久 它可以追溯到皇帝时代 在司马迁写的史记里面有一段 就说皇帝命灵伦伐作 看作 作敌 吹出来像凤凰一样的声音 到了隋唐时候 就是大运河开通了 就是当地 这个地方的苦作 通过大运河 那么散发到黄河流域 散发到那个长江流域 甚至于就是除了乖腕 就是几乎中国所有做 产线的底子的这个材料 都是从渔航 泰山 这个地方出去的 那么最集中的 质量最好的呢 就在我们有一个叫 铜领桥的地方 铜领桥村 位于渔航中泰乡的西南部 拥有山林405公顷 农户300余家 铜领桥村在1988年 创建了上海民族乐器 一场铜领桥联营场 周林生师傅 就是那个时候 从上海来到渔航指导 而他的下半辈子 几乎都扎根在了 这片渔海之巷 我呢是1964年 16岁的时候 到民族乐器场去工作 就是学习做底子 听我的师傅介绍的 说杭州 渔航 泰山 当时这个地方叫泰山 现在叫中泰 铜领桥 那个地方的材料非常好 它那个机制比较长 我们看到的这只机制 给农户 这还可以